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关怀人为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妙地生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妙地生 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 丙生年禅记山三宝寺 恭祝地藏王菩萨圣诞 梁皇祈安 消灾大法会 特别报道 丙生年7月13日至19日 禅记山三宝寺 起见七永日的地藏法会 法会前日 宗主混元禅师特别来到寺中礼佛 并请三宝寺住持元松禅师向大众开示超度法会的功德 以及三宝寺供奉中华先祖堂与天子帝王殿的真实义 在今天的节目中将接续播出元松禅师在天子帝王殿的开示内容 自从我们历史上所有的登记 由皇帝开始就由百姓各分派分析而产生斗争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学士还不是那么很发达 所以在争吵十一柱形的环境之下都不择手段 只要他争吟了 必反就是他的 在这个环境的眼面之下非常残忍 所以所杀的所在他的意识下归到灵魂界的这些数目 是无止尽的了 无限的了 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那么在这样的辗转历史犯朝代演变 你看要伤害了多少的心血 可以说三土涂炭了 那么我们维新圣教 要完成老祖慈悲思相 特立了上魂下缘禅师 经过台湾祖师种种的指导之下 非在三宝寺这个地方 让他在这里有位置坐 在来这个地方 我们三宝寺早上有早课 有武功 有晚课 也集演变经典 特于现在七月的时候 那么我们上魂下缘禅师特别下令 要恭送了良皇宝唱 地藏经 天德经 随庙真经 三观大帝真经 瑶石金母收缘帝等种种诸经 为什么要赋诵这么多的经典呢 因为我们三祖所缘延下的子孙实在太多了 个人的老智慧不一样 在我们奉送的诸经之中 您能听到您所要听的一切 那您就可以解冤誓解 不要在那个知名夺利的环境之中 来在那里产生了不需要的斗争 然后给这个阳间的人非常不利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无论如何 在我们上文下缘禅师的要求之下 三宝寺的经典是可以说是不断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三祖 以及日本天王以及朝鲜金王邓 他们来这里听经文法之后 能懂得我们王产老祖所设下天德经 玄妙真经真理 然后来放下你的心情 归回你原来的是净土 我们也更期望的我们在这里 周围的皇帝们 你们听到这些经典之后 要心开意见 来这里呢 不是在给你们在一个纷争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特别 我们的唯心圣教的特别的圣域 我们的上文下缘禅师所设的 更期望你们在王产老祖 在上文下缘的号召之下 苦口薄薪的号召之下 你们要解缘事解 不要在这个阳间造势 来纷争独立 那是非常可悲的 你如果能化碑为乐的话 我们人间就是极热世界了 更盼望我们的先祖 在我们的上文下缘禅师 苦口薄薪的圣域之下 每天有营养的经典 希望你们来领战这些法因 早日回归各进度去 然后可以得到天下一家亲的圣域 阿弥陀佛 丙生年7月12日下午未时 三宝寺开始进行洒净结界科宜 在大悲咒的饭场声中 竹法法师也扬知净水 亲近道场各角落 有如遍洒甘露 让众生感受佛法的清凉 同时邀请护法诸神前来护持 让三宝寺不受邪魔外灵侵扰 如此才能引起诸佛菩萨光匠 六道四生株林也才能登上年座听经文法 各小阿弥陀佛 三宝寺 rece turbine banc三宝 Out nies manip意 五度一秒 亲近察 三宝 小阿弥陀佛 三宝 三宝 山 entrepreneur 搭爱山之宝 山之宝 沿士吏 除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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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新圣教范背法师与贤士同修 以无比前进之心绕行三宝四一周 回到大雄宝殿 如法完成眼镜科仪 各项法务工作准备就绪 静待七月十三日法会正式登场 清晨六点早课开始 依照佛门客送仪轨 恭送经咒回向十方法界 同时提醒自身依教奉行 勇猛精进不退转 早课及早课及早斩供佛法仪结束后 稍事休息 范背法师们随即准备恭送梁黄宝灿 在下段节目中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梁黄宝灿诞生的姻缘 以及灿吻的功德力 请千万不要错过 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 禅吉山三宝寺秉申年 恭祝地藏菩萨圣诞 梁黄祈安肖灾大法会特别报导 法会第一天上午八点 主法法师 傅灿法师 带领主经人员 与维新圣教中门贤士同修 十方善信大德 一同恭送梁黄宝灿 祝地藏菩萨圣康 sixt mo'唱 梁皇寶灿是佛教仪轨中最殊胜的灿悔法门 根据经典记载 他是南朝梁武帝为他的皇后西式所作 西式生前喜爱争宠 常对他人心怀称恨与嫉妒 死后坠入了畜生道 变成一条大蟒蛇 每天承受被蛇咬市的痛苦 不得已只好向梁武帝求助 希望笃信佛教的梁武帝能够为他超度 梁武帝便询问志工禅师 该如何为西式寻求解脱 禅师开示 唯有真诚的礼佛 忏悔才能洗涤罪业 于是梁武帝便照请多位修行高僧 一同搜寻佛经中所有的忏悔文 以及佛的名号汇集成十卷 在金山为西式举行礼佛拜灿法仪 十卷尚未送完 西式就脱离了蟒蛇身 化为天人来向梁武帝表达感谢之意 梁皇宝灿的功德流传至今已一千多年 始终被认为是清静身口一三叶的最殊胜法门 接下来就请三宝寺的住持袁松禅师 来为大家开示梁皇宝灿的功德利益 梁皇宝灿这个坚典 它的能洗脱 所以幽民界的一切 您所想象不到 不是故意而犯的或者是故意而犯的 只要你坑得参谋 以这部梁皇宝灿的坚典之意 能有你的设身身口意 仿佛 然后把这电波传遍到虚空去的话 那你的功德真是不小 为什么呢 你的这个电波里面所带的意识 可以去拯救这些民界的一些优优 那么我们民界里面就是说 刚才我说讲道玄 这一界最可怜 我们叫它是恶鬼道 地狱恶鬼出身 恶鬼道是最可怜的 那东西拿来要吃的话都变成火 吃不下去 所以为了拯救这一些 在我们说一来 在地藏法会的时候 仰仗我们师尊的威德利 以及跟地藏武王菩萨 他以前成佛 众生度尽 翻成菩提 他这大愿的力量 来我们来孔照 这些有亲者往常所做的 他不晓得事后会变成这英文果报 这么厉害的后果 把它洗脱掉 所以凉黄宝灯就有这么好的效果 以及我们所有的维京剩下的经典 也是同样的 只要你肯送 把你的牲口衣供养到这个经典上 由你的牲口衣把你的电波传爆虚空去 你要晓得虚空之中 时常都是有灵魂在走动 只要你电波打动它 它就会来这里授纳你的一切供养 而且它还会反省它以前的不是 所以这些经典的好用处 就是有这么大 不是只有两碗宝灿 我们的天德经 我们的玄妙真经 以及我们种种的经典 由所有经典的电波转来转去 能懂得这里面的残疑的 那它都绝对可以得到法医 凉黄宝灿第一卷圆满后 接下来便是隆重的武功 也就是佛前大共一世 表达对诸佛菩萨的敬意与感恩 ฝGrath所以呢 父皇身背发 falando这些经典 decisions 父皇身背发 愚谨厉门 父皇身背发 愚谨厉门 父皇身背发 愚谊厉门 �诸佛overs 愚谨厉门 על тел心面 佛结发 愚谊厉门 阿弥陀佛 在下段節目中 我們將為您報導法會第一天 相當重要的法儀 隱魂 歡迎繼續收看 歡迎繼續收看 維新天下事 秉山年 禪吉山三寶寺 恭祝地藏菩薩聖誕 梁黃啟安 消災大法會特別報導 農曆7月13日下午1點30分 三寶寺的法會談成中 即將進行引魂的儀式 在法師就位之前 先敲響三通谷作為提示 三通之後 法儀正式開始 這場引魂儀式 由梵貝法師恭頌 觀世音菩薩聖號 以及大悲咒 照請朱靈前來連坐就位 談場中充滿肅敬的氛圍 在庭靄中充滿肅敬的氛圍 在庭靈前來連坐就位 走去問五時至多 將進行引魂瀉 策庭靈前來連坐就位 在庭靈前來連坐就位 在庭靈前來連坐就位 文貝法師恭頌 向他祝充都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跪地呼勤 以示恭敬 当所有联位朱灵皆呼勤完毕 法师顺利执出三个圣杯之后 代表灵界都已登上连坐 隐魂法仪圆满 参与超度的中文贤士同修 以及十方善信大德 此时便可开始在佛前禀报文书 将杨世人的心意 转达给连坐朱灵之息 化解冤结 心开意解 并齐请诸佛菩萨的慈光加倍 让民阳两界共得法义 接下来在超度的谈场中 首先需请西方三圣 及王城老祖师尊做主 接引各姓氏堂上祖先九旋七祖 个人冤亲债主 无缘住世英灵 住家工厂地基主 及亲人身上依附灵等 而后依依植碑 确认是否已登上连坐 在宣读三宝斯内容 告知连坐朱灵 已为其备妥金银财博供养 让他们安心地在此听经文法 获得法义 由于阳世之人 对于往生后的亲友 心中必定有所挂念 三宝斯住持袁松禅师 特别开示 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往生 农历七月的超度法仪 都可以给予幽民界的众生 一个往生极乐净土的机会 像现在七月份 地藏王菩萨圣诞的时候 我们借重地藏王菩萨 他的威德力 他地藏王菩萨在生的时候 他也发一个大愿 地狱为空 事不成佛 事实上他已经成佛了 他就是有这个愿力 他有这个佛光 可以加倍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地藏王菩萨的时候 苦口薄心来请求我们的王产老祖 来请地藏王菩萨 他发慈悲心 以你再生的威德力 让我们这些众生 他的祖先以及所有在游魂的一切 让他有经典的电波 来在虚空飘动 让他接到这个电波之后 他可以听到他是怎么样的一切 他可以去了解 那么讲到这里 有一点有的人就会说 你在说浮屠话 我们现在要讲个很世间 这个很浅的道理 我们现在都有电台吗 对不对 如果你喜欢听农民电台 你就把它转到农民电台的电波 他就只会讲到农民电台的一切 如果你要讲到 要听别的电台 在农民电台里面谁也听不到 那么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的电波律 你如果在他的电波磁场之中 你就可以受到他的恩惠 所以我们时常在讲 把宁亚的听经文法 地藏王菩萨 他的圣诞这个家企 要来祈求他的威德力 来由我们王朝老祖 借助他的威德力 来照护这些幽民界的人 听到这个讯息 能他解冤世杰 能他了脱生死 回到他真正的华长净土 我们的维新净土就等待你来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也有师尊会带你往西方极乐净土 然后到西方净土坑 我们的维新净土相飞运 引魂仪式之后 接下来的法会科仪将持续恭送梁黄宝灿到7月17日 7月18日上午继续恭送地藏经 下午恭送王朝老祖学庙真经 鬼谷先师天德经 三观感应庙经 瑶池金母经 以及鱼兰盆经 将功德悉数回向给十方法界众生 普利人天 欢迎继续收看维新天下事 秉申年禅吉山三宝寺 恭祝地藏菩萨圣诞 梁黄奇安消灾大法会特别报道 农历7月15号是道教信仰所称的中元节 也就是三观大地中地观大地的诞辰 而佛教则是称这一天叫做于兰盆节 也叫做自自日 它的由来是过去佛弟子 在4月15日到7月15日 必须节下安居 僧众们聚集在一起 依据戒律 修行 忏悔 不可到处走动 7月15日则为解居之日 若能在这个时候供养十方僧众 并将功德回向给父母 可以让现世父母得大利益 过去七世父母结盟超生 于兰这两个字是泛语 翻译为导玄 也就是指 恶鬼道的众生就像人被盗掉着那般痛苦 盆则是装供品的器具 我们将饮食 衣服 卧具 汤药放置于盆中 供养十方自私僧 养仗僧众们的禅定 以及修行功德力 回向给地狱 恶鬼道众生 一定可以让他们得到解脱 关于这一点 牧连救母的故事就是最好的印证 接下来三宝寺的住持元松禅师 将为大家开示 佛的大弟子 穆建连尊者 是如何以这种方式 救度他的母亲 脱离恶鬼道 穆连是以前佛陀的第二弟子 这名叫穆建连 那么在佛陀身边 修一段时间的时候 成为他有办法禅定 成为就是现在讲就有成就了 那么他有一天在禅定的时候 出窍 就看他母亲往那个地方走 眼睛一看 他母亲是在地狱恶鬼道 非常可怜 然后他就跑到他面前去看 哎呦 妈妈怎么变成这样 皮股相连呢 都是没吃东西 以形容来讲 恶鬼道就是一个脸 是像那个迷斗那么大 这个劲是像针那么小 我们的手脚是像 我们竹子那么样子 那肚子就像水高那么大 所以在牧连看到 好悲伤哦 流泪 就赶紧回来请示佛陀 他说我妈妈是何因缘 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身为性格修行者 我妈妈不救的话 那我就不必修行了 佛陀就给他讲 好 你问得更好 现在最好的时期 现在是翘七月十五日 节下安居解居之日 所有的高僧刚好出来 他们忏悔得很好 身心很清白 你可以请他 然后你买了很多东西 先请他供养佛华身 之后把这些东西 拨给有情者来用 你妈妈自然就会 恢复你以前的样子 所以牧建年不敢怠慢 听到这样子的话 有这么好的因缘 可以救他母亲 所以他就去买了很多东西 然后钻在 我们现在叫盘子了 又有这样盆的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那么他妈妈 在地狱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叫做恶鬼道 叫做恶鬼道 那么余兰两个字 是道玄的意思 他说好 那么就用这些东西 供养佛华身之后 可以救到你妈妈 余兰的罪过 他说那这样 我就要赶快做了 对不对 好 回去准备了很多东西 然后就请了那些高僧 来为他 归一佛法身 然后供佛法身之后 这些东西 然后再给有情者 他们来同享这些法言 所以那个时候 讲了那些法句 尤其佛陀就跟他讲说 您要请这些高僧 让他有一些咒语 这些咒语要念下去 然后这些咒语在这个上面 就是我们叫做加词 加词 加词在上面之后 这些有情者享受 这些东西之后 他们都会泛然大悟 忏悔以前前神所做的 不对的事情 所以从此以后 佛陀就讲说 这个我们今天所做的法仪 就要明延到下世 在人间上去 每逢七月十五日 是欢喜悦 自知日 让所有的有情 所有的有色身的人 都晓得这个意义 要普度所有你妻子的父母 因为如果在自知日的时候 你说供养的品 这些东西 有情者他来受纳的时候 你的妻子父母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有讲说 九旋七族 九旋七族有没有 就是在愚人盆这个家旗的时候 你妻子父母可以得到 得度 往好处去修行 所以这个节日是非常重要的 也希望就是我们以后 不要把七月的这个书 乱谈为毁月 它实在是欢喜悦 自知日的时期 那些佛法生 他们那个高增 他有那个忏悔的 皆白的性 然后来为你超度所有一切 所以我们所有的有情者 在幽民界的 接受到这些讯息 这些到法院之后 他就能起忏悔心 然后我们人有罪 只要忏悔 就可以恢复以前的心态 所以慕年的母亲天下这样做后 然后呢 就往天界往生了 所以你看这个自知日 余兰盆这个节目 这个节日是多重要的 所以我们所有人 绝对要爱惜这个节日的来源 而且节日来源小了之后 你必须要做 你必须要做对妻室父母 有报恩 报德的心情 来请诸佛 圣佛法生来供养这些祭品 让他可以保餐 法业 听经文法 让他往生进度 这是最好的 7月15号中元节当天一早 师母王月娇女士 也来到三宝寺上香礼佛 为家人祈福 并拜会三宝寺主持 元松禅师 每年三宝寺在法会的时候 我都会上来拜拜 早上我有听师父开始 说上言是遥 中言是顺 下言是宜 就是三观大地 顺是中言的三拜公 民间做得很盛大 就是要告罪 还有普渡一些无事孤魂 上言就是天官是福 下言就是感谢平安 农历企业无事孤魂 就像我们流浪汉一样 大家会有一种同行心 补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些温饱 得到一些温暖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人情味 火源禅师曾经开始 唯有灵界心安 阳世之人才能得到平安 若能以最沉浸的心情普世 即使没有很丰盛的山珍海味 也是一份心意 在下段节目中 将为您播出 《禅记山三宝寺》 秉深年地藏菩萨圣诞 梁黄其安 消灾大法会 最后一日的摘天 圆满贡 以及艳口普世 大圆满法仪 欢迎收看 农历7月19日 法会最后一天 上午8点 准时进行摘天科仪 《禅记山三宝寺》 中文字幕โ 摘天是寺庙举办超度法会时 在宴口普世之前 必须备妥丰盛的香花果篆 以前进之心供养天界的神佛菩萨 表达感恩之心 因为若是没有神佛菩萨的大威得力 光凭人的力量 不可能就拔幽民众生的苦 也不可能将他们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 因此摘天科仪是非常重要的感恩仪式 摘天科仪圆满后 上午11点随即开始进行圆满贡 先以香花果篆 成心供养诸佛菩萨 再由主法法师宣读文书 将本次法会的宗旨以及精神 一一离报 接着上程良黄宝灿金术 以及本次法会奉送的所有经文 圆满贡的意义 也象征着法会的法仪 已经接近尾声 下午1点30分 宴口普师最后登场 坛城上供奉着铁围山内 浇灭大士菩萨圣座 以及本次法会所安设的大连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达四个小时的瑜伽宴口 由三宝寺住持袁松禅师主法 依据正统佛教仪轨 瑜伽宴口施食要集 向幽民界众生开示说法 并化时 普师地狱 恶鬼 畜生到的众生 让他们得以暂时解脱夜报 享受法位得到法喜 瑜伽宴口结束 所有联位一同奉送 维心圣教宗族火源禅师 特别在法会圆满时 向大众慈悲开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维心圣教 维心贤士席 各位死亡三宗士 中华三祖儿女同胞文 我们 Thursday 我们并声联 中华朴渡 与南鹏花会 compelled 消灾化尽 浦渡群灵 宁归 唯心净土 转生蓝天净土 然后转生希望极肉世界和净土 相会应的法会 在七天来 我们维钦圣教幻别学 在三宝寺 依法修行依教奉行 带领了维钦贤士 宋经法师 所有过界贤士同学们 都代表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朱祖陵 在三宝寺 三宝佛与王坦老祖观世音菩萨 今年作前 由幻别学院严重院长 带领了所有的幻别法师诵经 诚心地祷告 愿我王坦老祖 慈悲接引 列祖列宗朱祖陵 不分海峡两岸 世界各国 三祖儿女 租祖陵 来时机去时宝 愿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接引 普渡秦灵 听经文化 观众联台 心开意诫 接得 够于本愿 连归 自信 违亲净土 了脱生死 违宴 三宝佛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东方药师佛 慈悲加持 万顶 中华民族 一万五千六百 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 朱祖陵 接得 听经文化 受纳 法院供养之后 构自成就 自信 维新 极乐 净土 以为本愿 那么法会 也圆满了 我们祝愿 所有的 三祖儿女们 以及 我们各位的列祖列宗 及临座上的 所有的 祝祖灵们 心开意解 祝得满愿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秉申年7月13日到19日 维新圣教禅机山三宝寺 七永日的地藏菩萨圣诞 梁黄启安 消灾大法会 特别报导 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